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咱们介绍了 项目开发中的程序设计 那在标准化的开发流程中呢 除了分析设计 那就是编码 编码完之后 比如说测试 实施 以及最后的使用 和维护 等等这一系列过程 那编码阶段呢 当然了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如果不编码实现的话 那也不能成为项目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开始是 咱们的CMS的编码阶段 但是呢 由于时间关系呢 如果整个项目 我都给大家敲下来 那么时间会很长 所以呢 这里边呢 我就调重点的 每个模块都捋一下 因为代码呢 咱们是写过的 所以呢 我会让大家知道 怎么参考这个 做一些开发 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那这节课呢 当然是第一节课 咱们在设计完了之后 那第一节课肯定是 编码的时候 写一些公用的部分 和最重要的是项目部署 那我们来看一下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下 通过咱们这个 上节课的设计 首先呢 是一个项目结构的 一个部署 那我们分为 前台和后台两个应用 我们其实也可以结合 嗯 因为要结合多个文档 比如说 还有这个项目需求文档 里边的模块图 我们看一下 这个模块图呢 会给你很清晰 分为前台和后台 两个应用 那内容管理CMS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 在外部服务器根目标下 建一个项目目标 比如说咱们就叫CMS CMS 那在这个目标下呢 我们需要借助于框架开发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博物PAP框架 我们拿到我们项目下面 然后呢 我们需要前后台 嗯 两个应用 前后台两个应用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块 部署一下 前后台两个应用的主入口文件 一个叫index.peerp 是前台的 一个是 嗯 admin.peerp 作为后台的单一入口文件 那这里边呢 我们通过前面框架讲解 里边写的代码呢 大家肯定不陌生 比如说我们首先需要 呃 定义 什么呢 定义应用目标在哪 define 咱们一般用长量定义 因为长量在很多地方使用的时候 不用去包含定义应用 比如说前台我们把它放在 按照我们设计放在home目标下 当前目标在home目标下 就是我们这个文档 做的index和admin两个 前台放在home目标下 admin放在admin目标下 这两个出了一个这样的目标结构 所以呢 定义完前台的home目标下 当然了你可以在程序里边加上注释 那我们再定义 呃 再包含 IQU IRE 包含谁呢 包含我们的 BRO P 下边的BRO P P 包含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在下边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这是前台的应用 在这个目标下 包含不是P2P这个主入口文件 那我们再看一下后台 跟那个代码其实是类似的 只是目标结构不一样而已 我们打开 只要我们把目标结构改一下 admin 好 这两个主入口文件呢 我们就写完了 现在我们分别访问这两个主入口文件 用框架生成我们项目的部署结构 访问一下 这块CMS下边的 index.P2P 让它生成前台的目标结构 我们再来一下 admin.P2P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生成了前后台的目标结构 两个应用 前台我们都写在这里边 按摩画机型 后台我们都写在这个下面 当然了 我们现在需要再整理一下 比如说 我们通过咱们程序设计前面的要求 说前台需要有多个什么 前台需要有多个多套模板 既然前台需要有多套模板的话 那我们需要配置文件在这里边 根据框架的结构 我们需要让这个前台的风格 这一条 前台的风格呢 有两套 可以切换 但是呢 当时前面说过前台一切换 那后台怎么的 也会跟着切换 因为它俩共用一个配置文件 所以呢 想要前台单独用的 我们就不写在这个里边 放在哪呢 在前台主入口 让它充当一下配置文件的一个 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上面 好 这是 这样的话 我们在前台在这切换风格 我们就可以只切换前台的 那后台 当然了 我要分开的话 在配置文件已经没有风格了 所以在后台里边 我也需要 这样加上 这样的话 后台不变 前台怎么换 不会映到后台 那 再有一个 咱们需要设计的什么呢 配置文件 也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 前台 我是开启缓存的 后台是不缓存的 官僚员用 当然有一些程序设计 后台也是缓存的 那对于这样的结构 我们也需要 只要前后台 有配置不一样的东西 咱们就需要把配置文件分开 比如说 在前台里边 我们这块 加上 哎 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在前台 把它改成一 开启了页面 经代化 那么后台 假如说 我在上面 加上这个 还是保持零 那后台就不缓存 而前台 是缓存的 这只是页面 经代化的缓存 一零 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配置文件的 主 配置文件 算设置完了 和主入口设置完了 当然配置文件 还有一些 其他的值呢 咱们需要设置 那一会儿呢 咱们再详细的介绍 通过这个项目部署 这个结构 咱们部署完了 但是呢 通过咱们前面的设计 你看 一共20个模块 后台12个 前台10个 那这样的 后台12的 前台8个 这样的模块呢 咱们在文档里边 有详细设计 有这么多模块 然后呢 程序结构 已经有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按照这个的结构 我们需要把前后台的控制器结构都建出来 那前后台的控制器结构呢 这也是在开发前 当然了 你可以不显得 如果心理有数的话 也不用先建出来 就是你用到哪个模块的时候 你在先建哪个模块也可以 这个不用说 非得说 现在都把它健全 那咱们为了现在设计 让大家了解个整体的项目结构的话 那我现在把这些程序结构 给大家都建立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从后台开始 那按照这里边结构 因为这个呢 我已经写过一次了 所以呢 我在这块 就快速给大家建一下 在咱们的admin下边的 一个控制器对应一个模块 index呢 就对应主模块 这个不用说了 然后咱们 按照 这个的顺序结构吧 还是让大家看这个图吧 清晰一下 比如说登录管理 那咱们需要建一个 建一个比如说 login.class.prp 一个这文件 记住 所有的文件名一律小写 那文件名的命名规则 都是点class.prp结束的 然后是操作界面管理 那就index的模块 然后呢 常规管理 常规管理 那我们就叫做 看下这块 常规管理 我们叫做bass模块 bass1.class.prp 还是复制一下吧 一共是 12个模块 现在有3个 4个 5个 6个 7个 8个 9个 10个 11 12 那分别命名一下 还有 我就是 随便写了 看能想起几个 比如说相册管理 album.class 再要 比如说像 文章管理 相册管理 比如还有图片管理 imag imag 图片管理 那比如说还有分类管理 我们就叫做 分类管理 是 解决栏目管理 crumn 还有 像文章管理 article 还有像 文章管理 然后 比如说 还有 缓动片管理 play 还有像 公告管理 notice 比如说 再有像 用户组管理 gr gr oup 还有像 用户管理 比如说是 用户管理 就是 user 这个 还有 有情连接管理 在他后台的一些功能 flink 有情连接管理 这是 后台的 一个 所有的 模块 一个模块 对应一个空中器 我现在把它建好了 那 同样 前台 在前台里边 也就是 home 下面的 空中器 我们前台 划分的什么模块呢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 我 咱们在 这个是属于教学项目 教学项目 前台呢 是一个 是一个反例 什么反例呢 就是 前台向 内容展示 其实是一个模块 通常的内容展示 一个模块呢 那我建成 一个控制器就可以了 用这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边 写几个方法 比如说 index 点这个 这是属于首页 首页 操作 然后呢 比如说 二级页面 也就是分类页面 分类页 那我们可以叫做 faction list 之类的 分类页 页表页嘛 然后 比如文章页 我可以叫做 也就是主要的 显示内容页 文章页 那我们可以叫做 faction art 文章页 然后 看一下 还有 像 这个 搜索内容 以及前台显示的 一些公告内容 那我们都可以 在这里边 做控制器 比如搜索 搜索 faction ser 文章搜索的 一个操作 还有 比如公告 显示的操作 公告 显示 那 faction 比如说 notice 等等 等等 你看 因为前台 就是几个页面 如果都写在indice 里边 那前台页面的 在这里边的 像这个 首页二级 这个 就可以怎么写在一个页面里边去 但是呢 现在咱们教学用的一个反例 说 猜 这是一个模块 如果你猜成多个模块 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不合理 所以呢 对于咱们的 项目里边 那就是indice 里边 但是尽量不要这么做 教学的时候 经常这么举反例 indice class的是首页页面 那 如果是二级 页面 咱们也可以单独用一个模块 就是按咱们程序设计的 现在这么看 当然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模块 那就更好了 那我们还是按咱们设计的来 反例 这样到你看上有点不太科学 但是能用 比如说 二级页面 我们叫list.class.peerp 当然里边有可能就一个操作 那文章页面 我就叫做 比如说是文章页面 咱们叫做按咱们设计来 art.cle文章.class.peerp 三级页面 三个控制器 然后 比如说 还有像搜索页面 seer.class.peerp 还有 这是几个页面 那公告页面呢 我就把它放在indice里就可以了 就不用那么去写了 然后 在我下看 这里边 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呢 是 咱们也是举了一个反例 比如个人空中心 这个管理 明明是可以拆成多个控制器的 我把它合成到一个控制器 里边操作就会很多 这也是一个反例 但是咱们按这个 按这个顺序来的话 需要四个 四个模块 那我们还需要四个控制器 比如说 登录 那也是 login.class.peerp 然后 假如说个人空间管理 那既然个人空间 那我们就叫做user user.class.peerp 然后 还有是消息管理 那我们叫做message message.class.peerp message 这是这个消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 动态管理 动态管理 其实什么意思 这个名称呢 起的有点不太好 动态管理 就是用户的所有操作的记录 比如说 他的 他的什么时候关注的 关注了谁啊 他什么时候 比如说 查看的文章 什么时候的收藏啊 什么时候的支持啊 也就是他的所有 在网站上的动作的一个记录 也就是属于他的一个动态 那我们起个名字 叫做dynamic.class.peerp 就相当于他一个操作日志 因为一个好的项目都要记录用户的行为 所以可以叫做行为管理之类的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将前后台的所有的模块结构建完了 这是成为结构 当然了 你把这些类建完了之后 按照这个设计 你可以把这里边操作都建完 这样的话就可以 如果是多人合作的话 就可以好分工了 这是这个 那这控制器呢 咱们前边呢 有一些提示的 所以呢 有些要维护一下公用的控制器 前台呢 是不需要的 比如说后台 在admin这块 按照咱们前边的项目演示 比如说 那还是访问一下这个项目 loghost 比如brocms 来咱们看一下 管理 admin 看不清换一张 i4 ih 看下这是模块 每个模块 对应一个跟刚才咱们那个是一样的 那这里边咱们需要看一下什么呢 你看这里边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你看我这里边 添加一个 你看上面这会儿有个提示消息 看内容不能微空 然后比如说 或者是任何一个管理 比如添加有新连接吧 假如我直接添加 你看 logo的下载记址不存在 等等等等 都会在这有提示 那正常其实这个提示呢 都是配合阿杰克斯 或者是GS去做的 因为呢 咱们这个 在写这项目的时候呢 因为 我怕大家 有一些不熟悉GS地方 因为好多成员都是懂PRP 很少懂GS 不一定说这两个都会 除非在咱们拉姆群联学习的学员 这两个都是懂的 那咱们这两个也都是教的 所以呢 我这里边就避开了很多GS的操作 但是这里边 有一些GS是避免不了的 那这地方就没有阿杰克斯去做 所以呢 在框架里边用了一些不太合理 但是可以用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 我刚才那个提示呢 因为 呃 没有去把咱们系统那个提示给改掉 所以呢 在 控制器里边 在这个控制器里边 其实我多加了几个方法 这样的话 所有的控制器都可以调用这个 去呃 提示消息 那我们来就来看一下 这个控制器里边 我们应该怎么写 这里边就随便加一些方法就可以 那只不过这里边加了一些 所有控制器都能用到的一些 呃 方法 比如说 我们这里边加一个 faction 专门提示消息的方法 这样的话 你 你因为每个模块都可以用这个提示消息 所以我就建一个message消息 那里边呢 可以传一些咱们自己想设置的东西 比如说 呃 如果是 告诉我们传的 如果是OK 或者真假值都行 我只不平时做实验 你 告诉你写一个值 比如说真假值 假假真值就代表这个消息成功的 那成功的消息呢 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 比如说这是失败的消息 假如说 添加公告 我添加一个 这是失败的消息 看一下 呃 假如说成功的消息 呃 类似于这个 这是提示消息 看一下成功消息 嗯 比如说咱们是 内容管理吧 假如说 添加相册 跟分类下边 加一个 绿色的成功消息 然后呢 消息有三种吧 一个是呃 正常的消息 一个是成功消息 一个是错误消息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一种提示 所以我们就设置一个方法 你通过消息成功的字幕串 比如说一二三三个值 或者三种字幕串 等等等等 来设置这一个方法 然后后边呢 是前面是什么消息 成功消息 后边呢 是呃 比如说一些 呃 消息 内容之类的 对吧 消息内容 等等 你可以自己去设置一些参数 然后通过这个去提示 那后边咱们在写成员的时候呢 我会告诉大家 因为这几个只是结构定义 所以呢 咱们可以 这个咱们说明什么呢 你可以对程序 做一些全局的一些设置 全局的设置 那包括控制器的一些 全局的设置 都可以在这里边 在这里边去做 那有了控制器设计 有了这么多模块 那针对咱们的设计 设计门档 你可以看到 都哪些模块 有模板 哪些模块有模板 因为这些模块 一般的都有模板操作 一般都有模板操作 所以呢 咱们也可以把它的模板 的模块 东西也全建立出来 根据后边的设计 都会有一些 需要模板操作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 之前写全局的 当然最好是一个模块 一个模块写 那比如说后台 设计到的模板 就在下面 这里边 咱们就可以建议一下 既然是模板的话 前后台肯定有一些 公用的模板 公用的模板 所以呢 公用的模板 我们写在哪呢 在帕布雷克下边 那这里边 我们需要写一些 公用的模板 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 头 公用的头 公用的尾 这个是公用的 那个提示的模板 成功和失败的 那个提示的消息的模板 所以我们可以在 帕布雷克就是这个 帕布雷克下边 建好公用的 头部模板和尾部模板 这话 比如说 Headr.tpr 尾部模板 比如说我们叫 fotr.tpr 当然了 像刚才这个错误提示 这块也可以是一个 子模板来回变化的 一个显示消息 因为每个里边都会 只要包含它就显示 你如果用输出 字幕串 往这放也不太好 所以像这个 每个模块都有一个 在这个地方是提示 既然是这么设计的话 把提示那块 单独也做成一个模板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叫的 提示信息标题 我们就叫title吧 专门提示的一个标题 title.tpr 专门做提示的模板 公用尾部 那在头部模板里边 我们可以写一些 类似于 比如说 rtmr前面那一部分 这块rtmr结尾那部分 在这里边呢 后台公用包含的 一些样式表 一些GS文件 那一些优化的投信息设置 都可以在这里边去完成 都可以在这里边去写 这样的话 我们只要包含投信息 这个投模板 那么所有的GSS GSS 各一门公用的 那也就都有了 所以这是公用的 投模板部分的一些编写 然后呢 咱们针对后台 有控制器的 有试图的 就是 有试图的部分 比如相册 有模板 跟进到需求设计 然后 文章 有模板 然后比如说 基础设置 基本设置 有模板 再有是 栏目 咱们有模板 还有 友情链接 咱们也有模板 把设计的 也就是我现在想起来的 比如说 用户组 有界面 还有 用户 添加设置 列表 等等 也有界面 还有比如说 图像 管理 有界面 当然了 咱们的首页 也有界面 这别忘了 index 然后登录 也有登录界面 你最好参考文档去写 因为咱们这个模块比较少 等等记住 就直接给大家写了 公告 有界面 再比如说是 滚灯播放 也有界面 还有是 大概没了 除了这两个公共的目录 看一下 是不是 12个 1.34 56 7.8 9.4 11.12 大概这么多模块 这是 模板的一些 设计 模板的设计 那现在咱们都是按这个设计之前 因为咱现在得写公用的部分 而不是在写某一个模块 是全局的一些设置 模板的规划 就是全局用到的 那个 所有用到的模板 然后这里边模板 可以加在这里边全局的这几个模板 当然了 咱们在具体写某模块的时候 某操作的时候 再去设置 每个模板的详细的信息 还有就是 图片的管理 就是全局的样式 比如说 在咱们的项目里边 这个PubLake目录里边 前后台 比如说后台上传图片 前台用 那这样的话 全局的图片 上传图片 咱们就放在这里边 就是放在这里边 那 全局的GS 放在这里边 什么是全局GS呢 就像咱们前面讲过的 我直接把那个项目粘过来的 你看 什么是全局的GS 比如说 咱们这个 CKACTOR 这就全局的GS 对不对 还有 像咱们的颜色选择器 日历选择器 和阿姐的3.0 解quary 这些都属于全局的GS 放到这里边来 放到这里边来 这是全局GS 那全局的图片 什么是全局的图片呢 我们看一下 像 这些前后台都用的是一些用户图片的 比如说logo图片的 水印图片的 还有没有图片显示 等等等等 就是默认前后台公用的一些项目里边图片 而不是说后台单独用的 或者前台单独用的 是公用的一部分的图片 那就是放在这里边来 因为一个项目有一些风格是统一的 所以假如说前后台如果有相同的 这是老项目里边 有相同的CSS放在这里边 当然了前后台没有相同的CSS 就不放了 然后呢 相同的GS 相同的上传 对吧 比如说这里边呢 当然了没有什么相同上传 水印文件吧 你看水印文件 我们也可以放到哪啊 因为水印文件 前后台如果上传都需要水印文件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水印文件做成全局的 比如说放到我们这项目里边的 一麦这下面 这是我们水印文件 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WTR 水印文件 全局的 而局部的图片 前后台用到的 需要涉及到的局部的一些图片 比如说 前台 因为前台呢 我们需要 有 也是有需要多种风格模板的 所以前台这块一个default模板 比如说我们得ctrl一下复制一下 还需要一套模板 假如说home1的模板 还有比如说 再需要一个 另外一种 比如说 经典风格的 随便写吧 比如说 当然是home2 这样的模板 那我们需要把模板 再分别复制几份写出来 然后每套模板有各自的资源 比如说 这套模板有各自的缺乘风格 有各自的 GS文件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的 在 home下边 石头下边 缺乘下边 有比如说 各自的GS资源 GS文件 那比如说注册登录什么的 因为每套模板的前台的界面格式的都不一样 对吧 特效用的也不一样 所以这里边GS呢 有可能用的就不一样了 那肯定是一个不同的 有不同的图片文件 这是缺乘风格用到的图片 缺乘风格用到的图片 还有这个缺乘风格用到的CSS 你看 这是这个风格的模板 那 再回去 确认风格 比如说home1里边 资源也有这么多 那我们就假设这个 这个 CL下边 这个 资源 就是这几个 就是这几个 我们可以把它 诶 端过来 全部 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风格下边的一些图片 感觉各个差不多 因为我这两个模板样是差不多 只是告诉你 前台可以做两个模板 所以呢 你有home1和这个 那你就可以在哪里去切换呢 咱们前边 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了 在这下边 如果你想想想想是home1 我只需要在这改成什么 home1 即可 这样前台就换了 而后台现在还是保持着什么 default 缺省的那套模板风格 这样前台就可以切换 那后台也同样 跟刚才咱们的类似 模板下边 后台因为是管理员操作的 没有必要切换多样模板 一个模板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边也有一些公用的 一些资源部分 是后台使用的 比如说 在咱们这个项目里边 home下边的 admin下边 试图下边 缺省下边 比如说 资源 这个 这是后台用到的GS 就一个 菜单的 后台用到的图片 还有 后台用到的CSS 每个都是一个 所以呢 我们可以 把这个也都拿过来 这是前后台的图片的样式和用图片的这些 你怎么去用 因为大家呢 经常用框架的时候很迷茫 你要是比如说 公用的 前后台公用的 你各自放在各自下边 也都可以用啊 但是有的时候 要想项目合理 就合理分配这些资源 合理分配这些资源 那下一步 我们有这些了 根据成余设置 然后前面设计的时候 小度讨论 会得出一个结论什么呢 就是哪些东西 需要什么呢 需要有 用户去改变的 设计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说明 哪些由用户改变的 当然用户改变的话 在咱们这里边可以做一个什么 你看 基本设置 这里边需要用户设置的 写一个这个就可以 但是呢 我们有的时候用设置 这是给他提供了界面 在没有提供界面的时候 通常我们的用户设计 都是写在配置文件里的 所以这也是在设计项目的时候 这些要设计出来的 在框架里边只是给一些默认的配置文件 所以末日配置文件的你先要改好 现在是开发阶段 一定要开启调认模式 这会儿肯定是改成什么 改成一的 这个 开发阶段一定要保持这个 然后用PDO连接本机的root 密码呢 你要先调好 123456 先把配置文件都调好嘛 然后大家才能一起使用公用的部分 如果多人开发的话 数据名字咱们就叫做 比如说 BROPRP 然后前缀呢 就是比如说CMS前缀 然后缓带时间 这些东西呢 现在都不用变 开发阶段尽量被开启 卖没开始 这是把数据库这块 改成现在的一些表结构 然后我们需要 比如说按照咱们程序设计的那部分 CMS 这里边需要改变的 也就把这里边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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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什么前后台的显示风格 文章显示个数 水印图片 还有是水印的位置 还有什么缩略图片的大小 混存时间 混存时间前面那块已经有了 然后网站标题这些东西 咱们都可以设置一个 都可以写在配置文件里边去 把那些用户可以改变的 这样用户就算是不通过这个改 之间的手工改配置文件也可以 如果懂一些技术的人 那比如说这里边我们就需要定义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的选项 如果单个的话尽量用长量 因为长量的话 有助于在函数里边写 不用globe包含 而且呢 不易在程运行中改变 当然需要在程序运行中改变的时候 咱们就需要用到变量了 那比如说 先设一个 比如说后台文章 分页那个显示 比如后台文章 每页显示的一些数目 那我就可以定义成 当然长量就算大写 article文章的page 然后size 尽量让这个表达意思清楚 比如说默认它是 假如说五个吧 或者十个 因为刚才咱们看到这个 咱们这块就是 五个 然后呢 图片每页显示的个数什么 二十个对不对 这里边咱们都可以设置 然后是 这块是文章 分页 数目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比如说有一些后台 除了文章分页数目 还有可以 比如说 咱们还有可能 比如说评论呢 或者是 恢复啊 前台的恢复 这都是设计的时候 涉及到的 也有一个尺寸 比如说评论 咱们实际上的是 十五个 这是前台恢复 评论的时候 一个数字 比如说 Define 这块你刚才在设计呢 有可能看不到 就是设置墙后台的嘛 但是咱们一起把这都写上 PICTURE 比如说 Picture 图片的 分页的尺寸 假如图片 咱们用二十个 值后其都可以改 你先给一个 临时的行 但是后边 一定要写入注释 比如水印文件 W W W T R 水印文件在哪呢 那 水印文件一般的放在上传目录下 当前目录上的是最好的 W DF 什么格式都可以 然后呢 呃 还有水印的位置 比如说咱们叫 Po S I T I O 但是你启程 什么名字 最好是 呃 跟同组的人商量一下 因为呢 你这里边要改变的话 同组人如果用 用不上的话 会很麻烦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这些都要 呃 都要写进去 还有 咱们像这个 可以呃 模板切换风格 墙后台模板切换风格 那么风格呢 一般有多个 所以呢 咱们这里边 有多个的话 尽量用速度 那我们这里边就使用 变量吧 你速度是变量了 没说 在什么 在配置键里边 不能使用变量 就使用长量 都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说咱们刚才做的 有两种风格 一个是 default 风格 咱们把名称定上 因为这块 需要名称 在这里边需要选择 看到了吗 两个字幕串 所以这里边加一个 就让咱们想办法 在那又多一个 默认 风格 还有 比如说这块 再来个CIL 咱们说 时代经典 时代 经典 等等等等 然后 图片的宽度 高度 然后尺寸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写了 这块 因为咱们现在只是告诉大家 需要在项目前 结构上需要做什么 结构上需要做什么 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依次往下去写下去 比如说 图片的高度 缩放的高度 宽度 还有前台页面的一些标题 关键字 描述 因为只要是这能设置的 都可以在这写 都可以写到配置文件里面去 这项目设计的时候 前面 有过记录的 有可能前面设计的时候 咱们也提到这个 然后就是什么 根据数据库设计 你需要把数据表 安装上 根据数据库设计 也就是 这部分 根据数据库 咱们这个设计过程 最后形成的 这些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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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块 把这些表安装上 并且输入 默认得需要 后台能登录进去 输入一个项目组和这个 粘进去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咱们需要做的是 后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咱们项目里边 会有一个安装程序 那安装程序呢 直接把这些都改好了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 就把这个再输入进去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咱们这几个课呢 不是干 没有讲任何一个模块 只是一个全局 一个程序的一个部署 让大家了解一下 程序开始的时候 先怎么写 当然了 你最起码 最少需要做的 就是前要台 你得部署出来 然后如果人开发的话 你可以是用迭代开发方式 一个模块 一个模块就做 不用说全局全做出来 对吧 只是多人开发的时候 尽量把全局的一个架子都展开 这样的话 然后告诉哪个人 你开发哪个模块 需要做哪几个文件 该几个文件 这样的话更好规划一些 不然的话 大家会觉得会乱一些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这样 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会从一些模块开始入手 一个一个呢 去分析一下文件都在哪 重点难解在哪 然后都跟大家说一下 那下节课呢 就拿代码代码来说了 当然我就不给大家都敲了 如果大家这个项目能看懂的话 能看懂代码的话 你可以不用听咱们后边的视频 直接看代码就可以 你要是觉得对他还不够熟悉的话 因为咱只要用框架的话 程序结构就不乱了 你只要看哪模块 就找几个文件就行了 所以呢 下节课呢 咱们我就会针对这个项目的 哪个模块都在哪文件里边 一些注意项 给大家分析一下 和哪些教学用的一些反例 因为大家看这个的时候 不是说我按非常标准的去写的 好多地方都是用到了一些反例 所以我怕大家参考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误区 后边讲的会介绍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主要看一下 项目的整体部署 还有前后台的一些控制器 以及控制器中 如果有一些公用的操作 可以写到callman里边去付类 还有一些像模板的一些规划 比如说 全局模板应该放在哪里 然后各自模板应该放在哪里 还有全局的一些图片的样式啊 GS文件和自己局部用到的 图片现在样式怎么去合理的一些分配 还有 在项目之前呢 如果是合作开发的话 先把配置文件那些东西都写好 数据库都建好 然后这样 整个全局的就算完事了 然后 以后再开发 就按每个模块去开发 你就知道 写哪个模块 在哪文件里边写什么操作 等等之类的 这样去做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几课就先到这里 人生自古随无死 男生再学PAP 孙当作人爵 死一学PAP 垂死兵中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图上背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AP 春连不学校 处处学PAP 在庭院做 以命 在庭院学 西修PAP 注意寻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AP 是PAP